各位骑游店好 欢迎收看DCT的象棋场景说 今天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旁骑游推荐的江湖长局 这一旁局局表面上看起面 双方指令并不多 红方有狙马炮三个兵 挑战黑方的狙炮双足四项拳 一开局看起面 黑方的杀招非常简单 顶多就是这部拱足将 逼红方平刷之后进底局的杀齐 但很多企业第一眼看到这个局面 都会认为此局红方时难久稳 因为一上来红方有一部妙招 可以抽吃黑方的狙 利用狙炮连动的机会 平炮抗氏叫狙江 逼黑方上架之后 只要打掉黑方的狙之后 黑方狙一丢仅有炮双足而已 你双足太高了 压根没有任何威胁 炮面也无从发挥 根本没有照杀的余地 红方待会只要退局回防 用一个局换掉两个组 或用一匹马换掉两个组 怎么看都是一盘红方的必胜局 但是你一旦过招之后 却发现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 如果第一步起 红方平炮抗氏叫狙江 黑方也不会上架 而是会先挡一个向 把红方的局给狼在门外 那现在红方这边呢 虽然可以平均吃相来一将 把老将勾上来 但你会发现你当局滑江是没有意义的 所以红方这时候只能抓紧机会 先退炮打掉黑方底边的黑居 一旦这么走 黑方这时候呢 却另有妙招 这时候黑方可以果断拱中竹 弃竹一将 逼着红方走位 这时候呢 你会发现 你如果上帅吃竹 黑方呢 瓶中泡一将 直接杀齐 所以呢 这个竹是不能吃的 那你现在又不能刷好平式 左边有泡 只能呢 刷好瓶六 建议来呢 黑方呢 就算拱高竹下来 也没有杀齐呀 大黑方这里呢 可以直接瓶中泡 先步呢 拱中竹一将 还是绝杀 一旦这么走 红方直接上了架 现在呢 红方即便 无法制约黑方炮的发挥 你把马呢 跳上来 也无记忆事 黑方照样拱高竹 先步呢 拱抵竹一将 还是杀齐 红方呢 根本来不及反手 必败 所以相当一开局 红方平炮吃事 确实一个败招 那这里红方 第一步棋到底该何去何从呢 这里红方 无意的阵守 只能先退炮 抓黑方的狙 这步棋呢 现在叫狙将 目的不是 想抽吃一狙 因为呢 抽吃一狙的话 黑方还是可以利用刚才那一套 来杀齐 黑方这手呢 也不会上老将 而是呢 先落一个向来防守 看红方如何应对 红方这里如果 继续呢 用炮吃狙的话 黑方又可以利用刚才那一套来围剿了 拱中足将 逼红方平率之后 平中跑来杀齐 易如反战 所以红方这里呢 眼看一方下降 不能吃一狙 那这里呢 红方能不能平去卡下呢 一旦这么走 也没有用 因为一方一上架 仍然可以高枕无忧 你当局滑江 压根呢 就没啥力度 那杀齐已经演示过了 你这一边呢 平炮吃狙不行 那这手呢 红方有没有其他办法呢 尽管呢 这手红方可以先 用兵砍掉黑方的炮 但也无际一事 因为一方呢 一平狙吃马 现在不齐呢 随时可以呢 平狙吃炮之后 近底狙来杀齐 而红方现在呢 破为无奈 只能平狙 先把这个炮 给保住再说 或者抬高炮 但是呢 你这个炮抬不上来 黑一方拱足江 红方皮帅 近底狙将必败 所以呢 别有选择 只能用狙 先保住泡面 当时呢 保住泡面 也为十一碗 黑一方这里呢 再次平狙过来 先不齐呢 还是拱足江的杀齐 而对红方来讲 这里狙兵 压根没有联动的机会 你平兵将 顶多只能是送兵 土劳无功 这时候呢 炮又没有施展的余地 面对一方狙主的 连将杀齐 红方这手 如果这一边 选择退底炮 守住底边内线的话 各本呢 行不通 因为一方这一边呢 可以直接平中俱来一将 逼着红方平老算 红方呢 说平六 黑一方一拱高足 先不拱足江 红方呢 肯定要败 你这一边呢 如果说平四呢 也好意义 黑一方这里呢 还是平高足 先不呢 拱足一江 仍然是杀齐 而对红方来讲 这时候呢 尽管 可以再次抬炮上来防守 倒是呢 压根行不通 黑一方一旦退居 吃掉红方的高兵 先不齐借江助攻 近里居一将 又是决赛的机会 红方呢 就再减难逃 这时候呢 红方呢 想通过弃兵 引力降免 各本呢 无济一事 黑一方呢 照吃不误就行了 先不齐借江助攻 还是可以拱高足的杀齐 红方呢 压根没有后续的手段 天地要吧 所以呢 我们回到一开局的这个旁边 当红方即便 选择一个 退地炮 抓黑一局的时候 确实呢 是一个不正招 当时关键在于 黑一方 一旦落了边向 红方这手 千万不能汤吃下 唯一的这手 只能是用兵 先砍掉黑一方的炮 静观即便 看黑一方走位 黑一方先呢 十分无奈 又不能拱足作杀 被炮所牵制 这里有平局吃马 或退局吃兵 两种方式 如果这边 黑一方汤吃红方的这个高兵 反倒呢 行不通 红方可以浸泡来一将 逼这一方呢 老将走位 先一方有飞翔 上将两种方式 如果这里黑一方上将 红方退局将 逼你上老将 刚好呢 退炮将 就可以抽吃黑鞠了 用一个炮 换掉黑一方的鞠 黑一方即身两高足 天地要败 所以黑一方这一边呢 肯定不乐意 这里呢 如果不上将呢 这时候黑一方呢 有非边向的走法 当时呢 非边向 也吐了无功 红方可以退炮 叫鞠将 还是抽吃黑鞠 黑一方鞠丢 再接难逃 当这一边呢 如果不非边向 非中向 也无济意识 红方可以退高炮 鞠将的同时 下一步起 埋伏有一个 平中炮 鞠将 抽吃中足的机会 黑一方那中高足一丢 直接闪了架 所以呢 压根就赢不了 那么相当于红方 即便平兵吃炮之后 黑一方呢 是不用退居吃兵的 只能呢 先平居吃马再说 那吃掉红方的这一匹马 随时埋伏有一个 拱中足的杀棋 红方这手又盖着应对 先步骑 黑一方又可以平居吃红炮 进底居来闷杀 那这手红方呢 又有何妙手可以解围呢 这个项呢 保留住 目的就在于 要调整炮的位置 先红方可以浸泡一将 黑一方卸掌 飞了中向 红方呢 退高炮 载子较去将 把老家呢 给勾上来 这里呢 就可以平中炮 来守住 黑一方中路 拱足叫杀的这个点 这是为什么 刚才一方不 飞中向的原因 不然的话 我平炮点江的时候 就可以直接退炮吃足了 但一旦这么走 黑一发现 压根站不到任何平仪 所以呢 只能先 平足吃兵再说 静观其变 随时呢 可以平底居过来 进底居来杀棋 而对红方来讲 局面呢 还是不容乐观 这时红方会退居一将 把老家勾下去之后 紧接着呢 退居砍边向 看黑一方呢 会做应对 黑一方这手 就不敢随便乱走了 比如说 黑一方 随意平个居 向近底居杀棋 那红方先下手为强 平兵一叫炮江 你会发现 黑一方称事也好 下事也罢 都一样 我静体居将 黑一方呢 血挡不住 必败 就是一个 居炮的困江杀棋 那一方这里呢 如果下事呢 也一样 我静体居 照样是杀 所以迫不得已 只能平老将了 但平老将 我平居 坎士刀内线为角 黑一方呢 就反不胜方 那一方即便 这样居 不能离开这条内线 要守住红方呢 居炮兵 连动的杀棋 这时候黑一方会怎么走呢 黑一方现在拱足将也没用 红方可以退炮吃中足 反叫炮江来解杀反杀 好意义 所以黑一方这时候呢 会先平老将出来 发挥将面的优势 看红方容易对 红方这时候呢 眼看到了这个局面 下一步棋黑一方意图非常明显 只要下事之后 就可以呢 接将助攻 进地区来杀棋 红方呢 局面崩了光 所以迫不得已 只能先下手为强 退居来防守 一旦退居 目的非常明确 就是呢 想一炮 换掉黑一方的双足 那一方这手呢 眼看 这边根本占不到任何便宜 你如果拱足将的话 也只能是白送足呀 毫无力度 所以呢 迫不得已 足也只能按兵不动 只能呢 选择一个下事的走法 想通过居将来围剿 逼着红方呢 用炮吃足 那双方这么一对 红方虽然可以平居吃中足 但是呢 黑一方一上市 就可以呢 破掉红方的高兵 你虽有居兵 但是这个兵 却满难难的急过河 黑一方现在呢 只要选择退居就行了 当红方这个兵 拱过河的时候 黑一方呢 就飞个向 现在呢 在当前局面下 红方即便呢 这里不管怎么走都好 比如说 继续拱兵来围剿 也没用 黑一方可以直接平居 抢占中路的内道 因为有向撑腰 逼着红方的居来约队 那双方一对居 顶多就是一盘和其一 那如果呢 红方即便刚才不对居呢 不想拱兵了 眼看黑一方飞向的时候 我先躲一步帅怎么样 如果你躲了帅 黑一方也是平居 抢占中路的内道 这样一来呢 红方只能躲开 当时呢 你闪开的时候 人家就平降占中了 随时呢 可以抬高居 创造白领江山 而对红方来讲 现在虽有兵的牵制 当时呢 居兵却无法破掉 黑方的双十来杀齐 更何况黑方有向的存在 所以呢 在当前局面下来讲 顶多呢 只能对居求和而已 那这一旁棋局 就会大家讲到这里 非常感谢大家收看 希望的持有对点赞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接下来